現在對於張之佳的死因 現在了解了沒有 我還沒過去都不知道 他在台灣在做些什麼 原來是三五五球教練 他就說這邊的學生比較少 他去大陸那邊 結果大陸做什麼我就不知道 去年底的時候有在講說 他頭常常會容易痛這樣子 然後至於檢查是說 也沒有什麼大的什麼狀況 但是就是 醫生是說可能血壓有點高 這樣 那他平常會有飲酒的問題嗎 他沒有喝酒 那他去大陸總共有多久的時間 沒有很久 差不多兩個多月而已 好像說跨年夜還有跟家人聯絡 有 跨年那一天他還跟他妻子 視訊了四十幾分鐘 隔天九點多 我弟弟在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就沒有回應了 然後聯絡一整天 因為我弟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所以我弟弟就很擔心 就打電話給我 就打電話給我朋友 請我朋友去關心他這樣子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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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